小壯派 青壯派说要改革 你要注意一件事情 改革往往就是夺权的借口 你看谁要改革 改革的人叫游淑慧 徐宏廷 王宏威 李明贤 罗友志 月圆之 都是谁的人 韩国瑜的人 所以韩国瑜的手下借这个机会 要来韩改革 要来夺国民党的权 要来接收韩粉 所以你不要以为他们真的想改革 韩国瑜有没有资格当国民党主席呢 他大有留讲 我38% 国民党才33% 是国民党拖累我 不是我拖累国民党的 而且我好歹有550万票 你说国民党党员20万人 有没有投给他 我相信20万人几乎全部都投给他 所以他当然说他现在不选 可是他们会拱他出来选 对 这是他的成为国民党的新霸主 所以他是来夺权的 不是来改革的 如果国民党要改革 第一个 砍黄沐星 第二个 这些老家伙都砍掉 第三个 砍掉九二共识 最好把中国国民党 中国两个字也砍掉 这样国民党还有救 我们也不希望台湾没有反对党 是 但是事实上整个的 因为我们是非常鼓励韩国瑜 来当国民党党主席 因为市长我们一定会罢免他 那他当国民党当主席 对台湾社会的危害最小 你人正好 对 人正好 他就把国民党搞糟搞烂 但是不会影响我们台湾社会 我们高 你们台湾人气消了 我们高雄人气还没消 我们一定会罢免他的 那不行 而且一定会神 我告诉你 109万票对62万票 换句话说来回 这个上次赢14万票 这次输了47万票 来回就61万 这61万人是因为意识形态吗 因为政治主张吗 不是 我跟你讲 什么叫普世价值 没有人喜欢被骗 这个我最感同身受 所以 所以 这一种情绪在 你想 因为现在罢免的人数 只需要所有选民数的四分之一 就是57万 所以假设你62万人挺韩国瑜的 全部都出来好了 百分之百出来 继续反对罢免他 我们109万人 只要出57% 就比你多了 你看哪一个多 而且联署会不会成功 会了 在正式可以合法罢免 也就是去年的12月25号之前 罢韩联盟就达到30万的联署出了 现在只要把这30万人再去找他 再连署一次就OK了 然后这30万人 只要每一个人带一个人 去投票就60万 就罢了啊 有什么困难 那如果你韩国还敢动员 说我们62万要出来 你62万出来啊 我有109万 我多出来几个你就没了啊 就这样说 韩国瑜传四个月 没有错 所以他如果聪明一点 现在早早把市长辞掉 努力竞争国民党党主席 这是对全台湾对全世界 都是最好的一件事 社长辞说 说台湾人厚道啦 不追杀到底啦 这个不是追杀到底 这叫做除恶勿尽 我们现在很多人说以德报怨 这是错的 孔子说的 以德报怨的话何以报德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以直报怨 该怎样就怎样 该罢免就罢免 这个不是追杀 这个早就已经开始的事了 今天即使 当然我们选出的话 我们也就不用去罢免他了 他自然走了 那他既然 一个男人在外面乱搞 三心两意 在外面弄 然后今天你被小三赶回来了 你就大摇大摆进来就没事了 当没事一样 你有沒有跪在门前 三天给我洗门风 我就接受你 开玩笑 你把我们高雄人当什么了 这个苦力 为什么今天是 最后一次的争论节目 其实很多人很好奇 所以我一个文学作家 干什么来上政论节目 那认为我是政治的蔡宁 那其实我是政治的老女 在三十几年前 美丽老事件之后 我就开始帮郑兰隆的 自由时代杂志写稿 然后也帮林郑杰的 这个前进杂志当编辑 那我帮非常多当时的党外人士 包括张俊宏 岳菊兰 苏贞昌 谢常锦 陈锥扁 站台演讲 那我们就是争取开放解除党禁报禁 争取全面的国会改选 争取总统直选 在民主前辈的领导下 我们完成了这个任务 那我觉得没有的事了 我可以归隐山林 这个安详晚年 但是去年这个时候 我发现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就是说台湾面临非常大的危机 今年如果我们投错票了 台湾人可能永远的 失去投票的机会 所以不得已 其实我已经是一个 不折不扣六十五岁的老人了 拖老命该出来拚这点 所以我开始在脸书 抨击所有的亲中国的势力 开始上社政论节目 针匾时政 老实说很辛苦 因为每次从拖着衰老的身体 从高雄台北这样来回 一天要七八个小时 然后还要不断地受到 韩粉的谩骂 侮辱 诅咒 那可是呢 我希望自己坚持下去 那也很感谢我们台湾同胞 用817万票 维护住我们的主权 维护住我们民主自由的制度 也维护住我们下一次投票的权利 那我第一次上政论节目 是上政知道了 最后一次上政论节目 也是上政知道了 政应该知道我已经尽力了 我可以安息了 晚间十点 敬请锁定 正知道了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